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鞠 昏影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2879集 舍身成人 嗯? 杨开对面 那师莫眉头挑动 正正地望着杨开 露出赫然的神色 似乎没想到 面前这个小虫子一样的家伙 居然能挡下他的雷霆一击 旁边立刻有另外一个魔王大笑起来 卓索 你这个废物 昨晚被那几个魅魔洗干了力气吗 居然被这个人类拦住了 这叫扎索的魔王恼羞成怒道 放屁 区区几个贱臂 本王差点把他们干死了 又怎能吸我 那魔王道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扎索一脸肃然地望着杨开 沉声道 这下子有些不简单 好像有些累气 那魔王冷哼 本机杀了他 他们在修复法阵 别功亏一跪了 魔索怒道 不用你说 杨开冲他微微一笑 你们聊得很开心啊 要不要再多给你们点时间继续聊聊 说起来我对魅魔也挺感兴趣的 有机会大家可以互相探讨一下 扎索哈哈大笑 就凭你这小身板 也想打魅魔的主意 小心被吸成人干 杨开耸耸肩膀 有劳关心 不过我想我没问题 扎索冷笑 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 岩巴手上用力 便要将锤子收回来 可是下一瞬 他便连色大变 因为自己的锤子 居然被面前这个人类 死死地捏住 根本动弹不得 扎索立刻露出了衣服 见到鬼的表情 要知道他可是石魔 虽然比起立魔这种 天赋异禀的魔族来说 力量要稍微小胜一些 可也晓不到哪儿去 如今自己的魔宝 被人捏在手上 收不回来 这是什么鬼情况 对面这个人类 有这么大的力气 锤子不错 杨开冲他起了几眼睛 莫名其妙的 扎索忽然感觉到 一股凉意 从头袭到脚底 还没反应过来 手上已经一清 自己的魔宝 居然被那人类给抢走了 杨开提着锤子 掂亮了一下 汗手道 分量十足 用着挺好 呼的一下 轮圆了 朝面前的魔王 砸了下去 扎索脸色大变 急忙抽身后退 可四周空间 竟在这一瞬间 变得粘稠无比 让他生出了一种 掉进了泥沼中的感觉 紧接着便感觉 头上一尘 眼前一黑 啥也不知道了 喧闹的打杀声 在这一瞬间 忽然平息下来 整个世界 仿佛都在这一刻静置 一双双毛子 聚焦在杨开身上 所有人都生出了一种 极为不真实的感觉 尤其是那些魔族 几乎都傻了眼 之前嘲笑扎索的 那个魔王 更是眼皮子直跳 嘴里无意识地 咒骂了一句 直到这个时候 杨开面前 才有碎肉往下洒落 那石魔扎索 在他一锤之下 已经抱成了一团血雾 尸骨无存 虽说魔族生命力顽强 但这样的结局 无疑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下一个 杨开提着扎索的大锤 静静地站在半空中 冷眼扫过四周 背后裂开一道缝隙的护宗大阵 却有一种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 城墙之上 传了一阵欢呼的声音 灵通提着的心 也放了下来 马阴一双美眸里 更是泛着异样的光彩 欲如梦撇撇嘴 身形一晃 不着痕迹地 挡住了他的视线 杀了他 一声怒吼传出 四周魔族不要命地 朝阳开冲了过去 虽然扎索之死 给了魔族很大的冲击 但他们本就旱不畏死 如今魔王下令 谁敢不冲 刹时间 杨开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哼哼哼 一声声闷向传出 一个个魔族 包围血雾 眨眼功夫 杨开又重新 显露踪影 之前冲上的魔族 已经全军覆没 竟是没有哪个魔族 能靠近他三丈之内 魔族的鲜血 将杨开的身体 染得血红 那鲜血中蕴藏的魔器 更是冲天而起 让杨开看起来 比魔族更像魔族 不断地有魔族冲上去 前赴后起 毫无迟疑 而杨开所在之地 似乎已化作了一个绞肉场 无论多少魔族扑进去 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真正的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生命不息 杀戮不止 杨开孤身一人 站在护城大枕之外 却如无敌的杀神一般 挡住了魔族的钢铁洪流 明明只是一人 发挥出来的力量 却堪比千军万马 城墙上 虎啸城的舞者 紧锣密鼓地 修复着那大阵的缺口 紧赶慢赶 总算将阵法重新修复 临通见状 高呼一声道 杨公主 可以撤回来了 杨开缓缓摇头 怕是回不去了 华洛师身形一晃 又出现在了 另外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的大阵处 正好又被魔族 打出一道裂缝 得亏杨开有先进之名 提前闪身过去不畏 否则蜂涌而至的魔族 只怕真的要冲进城呢 如刚才一般模样的局势 再次重演 魔族大军疯狂地朝裂缝处扑来 被杨开一人一锤拦下 根本无法前进分毫 反而丢下无数尸体 死伤惨重 而杨开身后 那几个修复阵法的武者 也急忙赶来 继续之前的工作 战场喧嚣 魔族凶残 自大战开始到现在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而已 但虎啸城的护城大阵 已经两度高危 若非杨开犹如神兵天将 大阵早已被迫 但这世上又有几个杨开 城中虽然已有上十位帝尊敬 但没有哪个帝尊敬 敢如杨开这样冲出城去 以血肉支驱 对抗魔族大军的功法 灵同一边施展沙舟 轰向魔族 一边观察局势 眉宇间藏着浓浓的忧虑 作为虎啸城的城处 他已经看出 己方的最大弊端 如果魔族大军 改变一下策略的话 虎啸城今日能不能守得住 恐怕都是个问题 怕什么就来什么 片刻之后 眼见攻不破杨开所在之地 那裂缝又被重新修复 魔族大军忽然分兵散开 轰隆隆地朝数个方向持续 现状 灵同信中一个咯登 如果魔族大军会就所有力量攻之一处的话 虎啸城还有希望能够守住 杨开的表现可谓是惊艳至极 由他守护 大阵也不可能被破开 但分兵之下 一旦大阵被打出数道缺口 杨开也分身乏术 他不可能守住所有的缺口 事实证明魔族也不是傻子 灵同能看出来的事情 他们自然也能看得出来 此时此刻真的就这么干了 少卿又有一处大阵被打出缺口来 杨开闪身扑制 才刚刚将附近冲过来的魔族绞杀干净 便听到不远处传了一阵惊呼声 他眼望去 只见那边同样出现了一道缺口 那边的魔族也纷纷露出了振奋之意 朝缺口处蜂涌而去 杨开心中一叹 抬手间将法身给召唤了出来 让他留在原地守护 自己则朝着那个方向扑去 法身又一出现 便制造了大撇杀戮 高达几丈的身躯 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 浑身上下棱角分明 体表还冒着邪火 背后张满了道刺 手持魔兵战锤 简直势不可等 战锤挥出时 没没能带出一大片血雨 视天领域扩张之下 那些蜂涌而来的魔族体表处 竟冒出了浓浓的黑气 被他吞噬殆尽 魔族都懵了 这是个比刚才那个人还要厉害的家伙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又是从哪里蹦跌出来的 却如门神一样守在了护城大阵前防御的固若金汤 两处缺口两道身影 魔族丢下千万死尸 竟是无法寸进一步 但是第三处缺口很快被打开 成了魔族大军的突破点 灵通毫不质疑地扑了过去 他没敢如阳开那样冲出去 自家人之自家事 虽然同为帝尊镜 但他不过是帝尊一层镜而已 真要是冲出去的话 他只怕立刻要被魔族大军给淹没 他很识相地留在大阵内 但却一无反顾地以自己的身躯 堵住了那第三道缺口 怒吼声响起 灵通瘦小的身躯竟如吹了气球一般膨胀起来 上身的衣衫崩裂开来 浑身肌肉高高分起 整个人都高大了几分 莫名的气势从那身躯中溢出 抬手寄出一把比人还要高大的大砍刀 光芒四溢显然品质不凡 大刀荡起层层光运 化作无边刀影 但凡冲进来的魔族 无不被切成碎块 马阴和虎啸成其他几个帝尊镜 便站在一边 各个神情凝肃 不令自身地缘的挥洒 配合灵通阻扰魔族的突进 所幸大阵没有被彻底回去 被打出来的缺口也不算太大 一次性冲进来的魔族数量并不多 和虎啸成几个帝尊镜的力量 竟也能勉强守住 见此情形众多舞者士气大振 愈发凶猛地释放自己的秘书 尽最大的可能减少魔族的数量 第四道缺口也被打开了 丽教与高血亭有样学应 闪身堵了过去 虽然只有两人 但防御起来比灵通等人还要轻松 丽教毕竟是帝尊三层性强者 而且身负半龙血脉 真正的实力虽然没到伪地的程度 但比起一般的帝尊三层性 还是要强一些的 他挡在缺口处 高血亭在一旁配合协调 不管来多少魔族 都被杀得干干净净 城墙上那些修复阵法的人 蒙得脚不沾地 犹如救火队员一般 东奔西走 哪里有缺口 就得去哪里修复 才刚刚修复好一道缺口 便又有另外的地方被打破 所幸魔族大军这边 也是力有不大 否则再多打出一两道缺口的话 虎啸城这边 还真的没法守城了 杨开与法身 也是不断地变换位置 前往缺口处守护 每时每刻 大阵看起来都极其可危 但却始终屹立不倒 足足一个时辰后 魔族大军已经死伤几万人 虎啸城这边却是无一伤亡 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 不过这也全都依托了阵法之危 虎啸城的武者夺在大阵后方 只要大阵不破 他们就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然而一个时辰 不间断地催动力量 倒是让许多人有些吃不消了 城内不少人都服用了丹药补充力量 更有人在打坐挑戏 照这个情形看下去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虎啸城真的没什么危险 但意外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忽然降临 城墙外 杨开煞意凛然 空间法则跌宕之下 三丈之内 静可敌骨 数之不尽的魔族被爆成血雾 尸骨无存 脚下已成碎肉堆积之地 忽然间 耳畔边传来马音的呼喊 城中小心 声音夹杂着慌乱和惊恐之意 杨开扭头望去 不禁眼帘一缩 只见那边灵通双目瞪圆 双腿不知何故 已深陷在大地之中 任凭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 显然是遭了暗算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从他面前的缺口处 一个魔王级别的血魔 浑身绽放出血光 凝笑地朝他扑过来 灵通触遍不惊 道也彰显帝尊两层镜 强者的风范 手上大刀猛地朝前披落 那血魔根本没有躲闪之意 任由大刀砍中身躯 身子却化作一团血雾 毫不受力 一下子将灵通包裹得隐隐实实 血雾犹如活物 从灵通蹊跷之中遵入 灵通脸色一变 忍不住闷哼一声 身子剧烈地抖动起来 马鹰等人全都正在当场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他们也是头一次与魔族争斗 根本摸不清魔玉百族的种种特性 纵然之前 道听途说了一些 又怎记得上自己的亲身体验 如果说那血魔是在与灵通打度 他们或许还能在旁掠阵 帮上一把 但如今这诡异的局面 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一愣神的功夫 大量魔族已经从缺口处冲了进来 滔天魔气扑面而来 让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灵通忽然扭头 朝阳开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 眼中闪过了一丝绝然之色 陈鹤道 阳公主 胡小长就拜托你了 话落 大刀一挥 朝自己身上砍去 鲜血四剑时 灵通双腿 以旗胯而断 他拖着残缺的身子 被血光包裹 怒吼一声 向城外冲去 一头扎进了魔族大军之中 恐怖的力量波动跌挡而起 四周魔族无不骇然变色 那化作血雾 将灵通包裹的雪魔魔王 也急忙抽身后退 一脸悚然地望着他骂道 疯子 灵通哪容他逃走 地缘催动 张开双臂 就将他抱住了 雪魔魔王大惊失死 奋力挣扎 双手化作力转 在灵通胸口上 掏出一个又一个窟窿来 灵通却是面不盖色 浑身上下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轰的一声巨像传出 以灵通所在之地为中心 方圆五十丈范围内 肃然一躬 那雪魔魔王尸骨无存不说 连带着上千魔族 也彻底消失不见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五恋巅峰》 别忙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